《珀怡故緣騷樂集》 Hello… wielu是黑貓 就叫他們… 這是一個完全是我以前的演出 照版主管般般搬上來 這個不是的 因為這個是一個特別 為華人星亞而做的一個 就是洞督秀 這個洞督秀將會將我 過往我認為最好玩的這些環節 搬上一個Stadium裡面做 在Stadium裡面做 在舞台上最大的分別是什麼 那個互動的部分是特別重要的 還有呢 會有很多再歌再舞的環節 所以這是一個全新的一個組合的演出 最近我開始整理 將這幾天來到馬來西亞做宣傳的時候 得到一些很好玩的資訊 一些材料 我開始已經在組織這個很好玩的演出 很多時候都會問我 我的演出會請嘉賓來 這次我也會請嘉賓 嘉賓不需要現場戲 他上個身就行了 我經常都說 不同的藝人是我模仿的對象 曾志偉、郭富城 以前都在我的戲裡面被我模仿過 我不知道馬來西亞的觀眾 對我的老師King Sir有沒有熟悉 那King Sir是香港的一個戲劇大師 他主演一個很有名的節目 叫《尋龍找他鄉的故事》 在神埋熱窩一個華人青少年 怎樣可以用勃仔糕來醫養位呢 這些類似的模仿 我會有機會放在這個舞台上 視乎在這個創作過程裡面 因為其實我太多創作的元素了 要看看是否適合用 我正在考慮會不會請Sandy上身 Sandy上身 對 請Sandy上身 來看看他會不會現場 在這個香港政府集團 哇 天啊 我想如果以Sandy都可以看上身 可以看上身 也算是可以的 可以上台下 因為我們演出是鼓勵不到的 因為隨時那些嘉賓 總之他一來的時候 他要是不給我知道 他要不給我知道 我們會抓他上台 那我們一定會給你知道 是的 我會抓這首歌 在YouTube上播放過 現在是二百五十萬人 其實很多人都以為 粗口就是一些不明的語言 其實粗口其實是一種生活的語言 那當然如果說粗口 令別人不安 那這件事我一定不會做 如果我們說的俗語 那俗語能夠令大家引起共鳴 我是會把它適當地加在演出裏面 那畢竟我覺得 如果一個演出太正經 其實是不夠好玩的 所以我覺得在適量的情況之下 不會令人反感之下 你會聽到一些很好玩 我創出來的俗語 對 我現在會發展一個叫做 Copi-le-lisam 原來在馬來西亞要出街 要帶Copi-le-lisam 那自己就會唱Tomo 我覺得這個Copi-le-lisam 應該是會創作出來的 其實要扮演女性的角色要做得好呢 其實你要認識女人 而且要經常看女生 在街上要看 不要裝人 只要看、去觀察 跟不同的女性朋友接觸、聊天 有時就聽他們的吵架 聽他們的吵架 聽他們的說人言話 聽得多後 你慢慢就可以捕捉到他們的神髓 這是我捕捉女性角色的時候 比較重要的方法 首先 身體的姿態一定要有 第一,不能太浮 所以這段時間 要保持自己身體 而且要用她的聲音 你的眉態 你的眼神 再包括化妝 而且第一件事很重要 凡女人就一定不可以 像我現在這樣流洒 除了白流洒 沒有女人好像我這樣會流洒 所以用她的聲音 去捕捉神韻 說話的時候的感覺 嘴巴是怎樣說話 那條舌頭是怎樣 這些 怎樣用這種 他們說話的語氣 這些都會是 我很多時候會 用客的功夫 好多多次 好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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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多次 好, 大家看了這麼多 在網上這麼遠距離接觸過我 這次終於有機會來到馬來西亞 很希望大家記住在11月26日 晚上8時, 是星期六 提前買票, 我的演出場地 就是在Puket Jali Bhutra Indoor Stadium 我問得很好 Stadium 為甚麼叫Stadium 到時希望見到大家 你來到, 你們一定會封鑊鎊鎊 謝謝 我是大哥大愛人 我們今晚 Е 可不可以封鎊鎊鎊一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